院抵达通知可以取餐 但我服装可能还没穿好 这时候你会怎么硬门 点外送勾选碰面取餐 只有不少外送员碰到这种状况 外送伙伴正在拿餐找钱 但身后这个男生裸露着上身 还只穿着一条四脚裤就出来要取餐 实在尴尬 其他外送员见状拍照破上社团 认为这其实是委屈的女性外送员 尤其如果是晚上送单真的要小心 这照片也引起讨论 有女外送员表示宵夜场最常见 还遇过六十几岁的阿伯 没穿衣服依旧神态自然 甚至是送到汽车旅馆 客人只穿着浴巾 还整身酒味 当场心里觉得怕怕的 穿内裤出来拿餐的 因为我到了我都会联系客人 然后我有被遇过是直接 搜寻我电话号码 然后加我LINE 外送平台其实有回报机制 UberEase表示 伙伴回报之后 平台会提醒消费者 福利云达也说可以透过系统回报 而拉拉木表示 可以跟线上客服告知之后 就取消订单 之后会跟伙伴讨论 后续的处理方式 只是说外送产业工会透露 平台执行上有困难 为了自保 现在外送员大多会 水深攜带密录器 或是行车记录器 或是跟公司反映 结束订单之后 直接去警局备案 不过相信这种 只穿四脚裤 直接到马路边 可能涉嫌违法 但如果跑到公共场合 像是大楼的门外来取餐的时候 因为穿着暴露 就有可能涉及到 刑法234条的公然猥胁罪 是可以除到 印尼以下的有期徒刑 你也可能会被处理拘役 或9000元以下罚金 但如果是在室内取餐 因为不是公开场合 比较没有法律问题 还是建议民众可以提早做准备 至少别吓到外送伙伴 也给予一个尊重 TVB就顺真声闻 林立特罗豆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